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寅你好 各位企图大家好 在前三集的比赛中的话 目前中国棋手范婷宇以2比1的比分领先朴婷环球段 值得注意的是前三盘似乎都是白棋获胜 对 这个现象也值得大家去观察 今天的话等于说是范婷宇是知黑先行 所以说是否能打破白棋必胜的一个魔咒 所以我们拭目以待 是啊 这盘棋呢 首先呢也是万众瞩目 我看呢是在网络上 对于这盘棋的赛前有很多的预测 还有人说呢 这个看到啊 拳甲龙老师在赛前为嫖婷环做头部按摩 说他昨天晚上似乎没有睡好 是吧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精神压力太过大一点 而范婷宇呢 我觉得他状态特别好 因为首先呢 他是上海人回到自己的家乡 肯定呢是有一种非常熟悉舒服的感觉 而且呢他的父亲也陪他一起去驻镇 还有我们山东队的从总教练到我们齐鲁晚报的这个院长 然后还有山东的各界媒体吧 对于范婷环呢都给予了应该是很大的助威吧 应该是助威工作 的确是在那个第一阶段的时候 陈寅好像也去了新加坡是吧 这个也为那个范婷环助威了一下 所以说对 那今天少时我们在这儿还是继续要给范婷环助威 那是必须的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棋局吧 好 本局范婷环之黑 小木 然后白棋直接下到了这个行为 对行为 范婷环的那个朴婷环在前几天进行的农新 新拉面杯世界威气团体锦标赛中 等于说是后来是两年胜 对吧 这个也组织了中国队的残联的一个势头 朴婷环的话 的确在当时的话 也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特别是在和谢和姜维杰的对局中的话 虽然他自己认为这个质量并不是很高 但是在关键时刻 能赢得两盘的话 这个能守住韩国队的底线的话 我觉得也是相当的成熟 相当的不容易 对 那这么说来呢 那朴婷环应该是在上海已经待了很多天了 对对对对 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和一些企业们开玩笑 就是说不知道上海是朴婷环的福利呢 还是朴婷环的滑铁路 的确是他如果是 因为他是肯定是主将嘛 他农新杯肯定最起码下一盘 对 后面印石杯的话 不知道下了两盘还是三盘 所以说长时间在国外待着的话 我想第一他的饮食习惯能不能接受 第二还有气候 第三的话就是说 毕竟还是孤独嘛 但是从目前看来的话 朴婷环的话 势头还是不错 首先农新杯的话 等于说是为韩国队获得了冠军 紧接着就是说这盘棋 对吧 上盘虽然输给了小贩 但是这盘棋的话 从我们目前拿到棋谱看来的话 似乎他势头还不错 我们继续欣赏一下棋局 好 摆棋小木 黑棋刮角 那邵老师 我记得您好像就是也带队 就范婷玉好像是有一年是吧 就带着范婷玉参赛 在山东队的时候 对对对 参加那个伍威甲联赛的时候 下过一年 的确是范婷玉虽然年纪很轻 但是成绩很不错 特别是他那种老陈的感觉的话 跟他的年龄不太相符 所以说还是很有潜质 当时是认为很有潜质 那现在看来的话是 有可能成为一个领军人物 对 所以他人称小石佛 那当时您就有 就是就觉得范婷玉虽肯定会爆发 是吧 那个时候的话 他可以说已经当上了主将的位置 我觉得大家都很看好他 特别是像曹大远老师的话 因为相对来说比较 对他比较熟悉嘛 所以早早的话 就等于是开始培养他了嘛 所以说那个范婷玉的才能的话 应该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因为他是靠自己的成绩来证明 得到大家认可 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 能获得世界冠军 这个一直是一个疑问 但是没想到的话 他这么年轻 就一下子进入了世界比赛的决赛 特别是由小奥运会 支撑的那个应试碑 对四年一届的 所以说这个虽然大家也认为很突然 但是也觉得情理之中 因为的确大家都很看好的 那您觉得就是他跟这个 朴婷玉的棋风上面有什么 这个就是各自的棋风啊 有没有比如说是 就哪方面比较突出呢 他们俩 等于说前几天的话 我是在在上海 等于说是带队参加了农青碑嘛 然后平时的话也跟陈瑶叶 监未杰啊 然后谢河也聊过 就是关于朴婷环的一个风格的问题 朴婷环的话 大家都认为就是说 朴婷环没有特别的强项 但是他的气很均衡 同时也意味着他没有特别的弱项 无论布局 棺子 棕盘的话 其实都是很是很均衡的 我想小贩这一点也跟朴婷环有点相似 朴婷环的话 无论布局啊 棕盘啊 棺子的都没有特别弱的地方 在我印象中 其实小贩最强的应该属于这个中盘和中后盘 特别能绷住这个劲儿 但是现年轻人的话都很强这方面 就是说 你说棕盘的力量的话 小贩的话跟鼓励 或理事实的话 那还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对吧 那布局的话 他跟一些比如军 就比如说对那种 比如说念老马老 就是这个也怎么说呢 但最重要的是他比较均衡 没有一个特别弱的地方 没有弱项 没有弱项 其实这一点跟朴婷环还是有相似的地方 意味着他们这两位棋士的话 水平的话发挥是比较稳定的 不会一只脚高一只脚低 对是 这两位棋手就是相对来讲呢 范婷玉应该是更年轻一点 更年轻一点 还有小三岁呢 但是朴婷环已经拿过世界冠军了 朴婷环是18岁 18岁拿着富通杯的冠军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成绩吧 也是世界比赛中90后第一个 第一个拿世界冠军的90后 所以说范婷玉今年的话 如果拿的话当然是 他是最年轻的 他是96年出生的 最年轻他不然因为有李昌浩在 好像我在网上看是比李昌浩还要年轻哦 他96年现在应该17岁 17岁 李昌浩的话是拿东阳证券杯的时候 15岁以上吧 15岁啊 对对对 那李昌浩的话咱们就不探讨了 这个问题 那是我们中国最年轻的 不想办如果 对对对对 但是就是说 他比朴婷环先拿 就是说打破朴婷环的记录的话 对 那已经很了不起了 谢谢 然后一起从那边挂着 挂脚 嗯 没有下中国流 但是小贩还是喜欢中国流的 挂个脚之后 再下 对 所以这几步交换的话 其实有他的一个内在的关联 比如说随便说一个关联吧 以往的话 这个都没交换的话 白 下中国流 白旗是也有走这个 是特别流行的 高位 高位的 对吧 如果你单挂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只有罗喜和老师 特别喜欢下 嗯 这很多 这个高位 就是目前的话也是很流行的 有一段 对吧 然后刺一个 然后再跳一个 对对对对对 这个下巴是很流行的 白旗的话 把这个走了 对吧 但这交换完以后的话 当高挂的时候 黑旗是可以采取 拖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是新招吗 嗯 这个是有他的一个前提 嗯 什么前提呢 就是说当你真子有力的 黑旗真子有力的时候 可以选拖 对吧 比如说你搬的时候 像比如说这个 就断掉 断掉 嗯 好 那就是防止人家打了长 或者是单长是吧 是 这样 然后现在这边有两个 接应子的话 就中子不利的 对 才能跑 如果没有这两个交换的话 这个是跑不掉的 嗯 所以说这个交换完的话 那这边有一立的地方 但是它这个交换完的话 把变化走近的话 又闭得一端 嗯 对 那看来是不是 这个是 小贩给调全环 等着的 一个陷阱 嗯 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就是调天环的话 也非等线之辈 这方面的环境 它应该也很熟练 嗯 调天环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他这人对棋的话 还是很痴迷的 经常我也听他们说 就是说 比如说在韩国的话 下午有比赛 或者是晚上有比赛 他上午经常的话 是要下往棋的 哦 要这么训练的 对 他主要的训练方式 就是往棋 拼命的下 比如说也许 三个小时以后 有个比较大的比赛 或者是一个 韩国的一个杯赛的话 他也许会 上晚下起完棋 哦 那跟别人好像不太一样 就是玩了以后 他再去比赛 对 一般棋手好像就是 大赛来到零之前呢 会要好好的休息一下 对 那好像据说 他昨天也是下往棋 下到挺晚的 是吧 对 有棋有爆料 对 是 所以说这个 调天环还是对 围棋还是相当的热爱 嗯 完了以后的话 白棋断掉 断掉 嗯 这个一般来讲 好像黑棋只要是不把这个定势走完 白棋都想是断上去 对 因为断完以后 总的来说 这个一切手隔的话 也是黑棋稍微亏一点 嗯 但是 但是说有得有失 对 这个黑棋获得了速度 对吧 嗯 当然白棋黑棋的话也可以站这一点 这点当然也是也是不小 那白棋就是挂了拆过来 对拆这个 这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下法 实战 小飞 那么白棋站这一点 也是成为必然了 对吧 如果这边再走的话 那么就显得有点偏了 速度有点慢 嗯 嗯 对 感觉好像黑棋站了三条边 白棋只站了一条边 对 如果还是走这个的话 那么白棋依然有这个 拖 对 虽然你这边针子有利 但是我这边建用很多 哦 嗯 我还以为是 还是拖 哦不不还拖 对对对对 白错了白错了 还是拖 嗯 还是拖 嗯 他走这个的话 也许他要加 这样的话 他这个则会重复发挥 嗯 所以实在 这个 也是有他的独特的想法 对 先是对于黑棋相对弱一点的棋子 反正先看看他怎么处理 对 同时的话 他会得规避这边的黑棋的 怎么说呢 一个 强的地方 嗯 应该是黑的一个 一套组合拳吧 啊 因为既然他挂完以后的话 让你先动 肯定有他的一些后续手法 是吧 如果还是让你很轻松的在走着的话 对吧 那么白棋应该是可以满意 对 一般我觉得在棋盘前都不会有这好事 有这好事的时候 一定要多想一下 是不是别人有什么陷阱在等着我 对 所以说千万不要相信天下是会掉线名的 是吧 对于是 所以球变 这个 加工 加工 嗯 那接下来其实我觉得黑棋也面临选择 面临选择 一个呢是处理这个子 现在就处理 还有一个呢就发展上面的中国流 是 嗯 嗯 那您觉得此时应该黑棋怎么选择呢 嗯 嗯 当然这期的话我们也看了一下 同时的话网上也有一些转播和讲棋 嗯 我觉得周瑞阳这部曲我觉得是很可取的 它是建议在这里 是吧 走在这儿那就是选择扩张上 对如果你做这个的话 就镇住 对对对 好点 嗯 这是一心一意的话扩张自己 嗯 我觉得这部是可以推荐的给大家 实在它拖这个我觉得 感觉稍微 稍微的话跟全局好像有点不太搭调 嗯 对上边呢正是扩张模样 然后下边呢又开始了就是跑到脚上去处理自己 对这样的话稍微有点被动 为什么呢 就是说按理说的话黑棋是有先行的优势 对吧 应该是黑棋以我为主 对对吧 现在这个局部白棋以多打扫的时候 黑棋应该选择躲散 对 不能跟着人家下 对而不是跟着硬 一旦跟着硬的话 就有可能丧失主动权 嗯 所以这时候完全可以先 哎 舍弃这个字 对吧 这个你得补一个 你不补的话再拖的话就不一样了 是吧 对 你补完的话我就把这个弃了 对 看小杨这两部弃 还是真的很有大觉 再把这个挑起来 嗯 当然就是说 小范这部跟这部 也许我选择的话 也许会这个 同时的话 在这两 模棱两可的同时 这时候也充分体现了一个 气速的起风 嗯 小范喜欢时空是吗 对 很明显 就是小范的话还是 但是他自己也知道这个是 看又很潇洒 对吧 但是他觉得 对他来说 这个好掌握 对 这个是比较好掌控的 实地 对 然后再搬进去 这样的话呢 右下角就过早的定型了 而且黑棋 我觉得他位置偏低 嗯 就是特别喜欢这个定型 对 然后沾上 沾上 嗯 这个白棋下得很正确 嗯 当然也有这样的下方 对啊 这个挡下来 我觉得也行 那挡完的话是 后手 稍微有点不太舒服 嗯 对 我尝 然后年龄 我再加一个 对 嗯 这个当然是 也是 也是比较常见的形状了 嗯 对吧 但是这个后手 白棋不是满意 嗯 特别是外面没有 特别明显的 配合的情况下 白棋选择这样的一个变化 是稍微有点缓 嗯 实在 白棋沾上 沾上 那对 黑棋如果再打的话 他就立了 对对对 如果再打的话 立 挡 拐 走 对 这样白插一个先后手 对 它插一个先后手 嗯 这个是不怕的 嗯 那所以黑棋呢 也就拐回去 嗯 走 走 白棋立下来 对 这个是 比较常见的一个定型 嗯 接下来这部棋 有点意思 嗯 因为大家 通常好像都是贴出来的 对贴出来 出头 出头 然后被白棋点下 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嗯 最重要的是 这边的话 黑棋没有加住白棋 嗯 如果有个加住的话 那么得出头 比如说这有个子的话 这出头的话 对这个是会产生威胁的 对吧 对跑 对 现在没有被加住的话 那么白棋点完以后 一插 这黑棋就显得 很孤零零 一个人在跑了 对对对 就是效率不是很高 同时的话又没活干净 嗯 所以实际上的小壶 也成为必然 这壶不知道 陈寅有没有见过 我见过这个壶 好像是不是白棋 那我可以把它跳进去啊 对对对 是是 的确是这样 虽然黑棋 可以 大家 嗯 可以这么出头 对 强行出头是可以的 断这个 断这个 我可能就把它两个弃了 先断这个 那我也想弃两个 我也想沾上 但这样也可以 这个也可以 拐 哦 那就被它给冲破了 对冲破了 但这个黑棋为了出头的话 这个损这么多 我尝还是提啊 提 提 它会再打一下吗 这个无忧解 这个没关系 哦 不怕 黑棋胆子不够大 就是这个 这样 像这样的话 黑棋是比较失败的 这个一没有活干净 对吧 第二的话 这个损了太多 所以说这个 后续手段是 基本上是 嗯 黑棋应该是不成立是吧 对 基本上是这么会 托我沾上 后续 嗯 像这样 那我觉得 如果这样的话 好像白棋这边 一旦厚了 上面黑棋的中国流 就不太好发挥了 嗯 也可以这么说 陈寅那个虎的话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见过 其实虎我也下过 对对对 但是很早以前 在我印象中 第一个下出这个虎的话 是马尔春老师 哦 那应该是在二十年前的 之前吧 我印象中 那个 所以我学过 因为当时的话 的确是大家第一个 总是贴起来 但是马尔春 下出了一个虎的话 也是 给大家毛色蹲开的感觉 嗯 所以这次小贩就用上了 嗯 这个也许 对年轻期的时候来说 这个已经是一个很 很正常的 家常便饭的事情 但是在我们那个时候的话 好像总是多贴这个的 对都是要出头的 出头 嗯 这个虎 实际上挂了一个 嗯 挂完了一个 然后 虎一个 走一个 嗯 吃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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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体现了 飘天皇的气风 很厚实 很厚实 然后很注重实地 嗯 因为的确是 嗯 大部分人认为是 都是应该 把它分住 对 这个分住很大 我觉得这个封住之后 白旗的这个形状很漂亮 很漂亮 嗯 第一这个我们跟大家说了 就是黑旗不太可能断这个出头 嗯 这个出头的话 第一 嗯 损了很多 第二 出完头的话 这个力不够大 嗯 那么如果 这样冲了 团一个 团这个 走完以后 那可能黑旗就把这尝出来了 对 尝出来了 但尝完的话 白旗就注意了 嗯 不能走这个 哦 那走这个 我插而确实挺舒服的 太舒服了 因为你这个一后视的话 这个被控制住的话 太舒服 嗯 白旗有选择的话 可以压一个 压一个 压一个 是不是跟蒸子有关系呢 我搬一个 嗯 看看这个蒸子 这个蒸子好像现在是 白旗有力啊 那边有两个纸 这个已经走完以后的话 嗯 那如果只能推的话 那可以差很多了 这个被逼住的话 或者气质 嗯 气质怎么样 打一个一场 嗯 吃掉 嗯 开旗好像也没意思 嗯 就这么三个孤零零的 也没活 所以说 嗯 许多气质的见解是 应该跳出它 嗯 因为就算像这样的话 嗯 白旗这边跟直接打吃的话 这个木树差的不算太多 但是这个整体的配合 它是比较好的 对 嗯 嗯 嗯 但是同样体现了世界冠军的风格 对吧 一个飘听话也是最年轻的世界冠军 也是喜欢吃地 对啊 这这两个旗手啊 你看他们90后 一个是黑旗喜欢拖一个 不要张大模样 然后呢 白旗同样也不喜欢大模样 因为这样也是大模样的下巴 它选择了十苦 对 那他们两个那个戚风 好像我觉得非常好看啊 对对对 他们也就像画了 嗯 因为小贩的话既然火的话 他就告诉你 我不担心你压住 嗯 对吧 然后表天皇也说 哎呀 这个压住的确不大 好像这个更大一点 嗯 对 嗯 把这个 嗯 抱住 那现在就这个飞的话成为必然 必然 这个是必须得飞 这个不飞的话 那么这个 就 怎么说呢 这个 就比较那个了 对 不太好说 这个是眼见的最好的一个好点了 嗯 现在确实已经到了这种了 就是再喜欢时空了 可能也得直辞一手 对 因为这个效率最高 因为你无论再走什么的话 这个不只是时空问题了 嗯 它走完以后的话 这个的话有可能成为一个 嗯 自然成功了 对 一个生骨啊 对 这个简直有点可怕了 可怕了 嗯 出来 但这个出头的话还是很愉快的 紧接着白起石拆了一个边 嗯 这个边也是一个最后的大厂了 拆到 拆高位 对 对 这是最后大厂 嗯 接下来 打入 那这手机应该是攻击了 嗯 它也必须要 在这边获点利益 嗯 不然的话 在别的地方也没有太多的好奇效 那么下一手的话也许 对 只能是违控了 好像 如果再搭场 对它没什么影响的话 这个 不甘心 不甘心 嗯 打入 一般呢 我觉得他们尤其是90后的这些棋手 看见对方的薄棋呀 就两眼放光 嗯 所以他一定不能错过这样的好时机 嗯 可以这么说 嗯 对 把西加轴 然后 起挂 哇 嗯 接下来这一步棋很有意思 嗯 因为普通的话是白起要么打这个 对 现在一般来讲 在我的脑海里只出现两种选择 对 对 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下法 但是走完以后的话 白起 黑起把这个实地 获取以后 嗯 白起这边还没有活进 对 这个 还得补 嗯 应该是黑起有一定的收获 嗯 如果你 从下面打吃 嗯 下面打吃 长 再打吃的话 嗯 然后我就 翻吃 翻吃 然后甚至可以 这个 对吧 对 敢吗 我这 也就一个 也许不太敢 不敢 只能立这个 这样的话 黑起也算有所收获 嗯 是吧 毕竟把你这两个字的话割开了 对 嗯 但是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应对 嗯 当然 白起也可以选择 在这个之前 先问一下黑起的应手 嗯 对吧 对啊 现在可以问一个应手 对对对 如果你走这个的话 它搬一个线手 然后再压 你打挖的时候 大家稍微摆一摆 哦 我知道了 它可以选择 加这个也可以 嗯 也可以先看这边 它怎么 对 对 嗯 然后现在就长掉吗 还是压一下 长掉也可以 嗯 但是您这个时候 在走的时候啊 您压它就不去挖了 对不去挖了 它可能 哎 它这个并先手 嗯 嗯 如果你走这边的话 它在压的话 那么你再挖的话 就就不太一样了 是吧 这个我觉得 这个次序 似乎是正常的 嗯 但实在 这个次序 有点诡异 当它挖的时候 白棋没有选择 这两个两个打 而选择这个 这时候就碰 碰 嗯 但是它对这两个打 不满意的时候 才选择碰 但作为黑棋的角度来说 很有契合的心情 对对对 就很有 的确是那个 在国家队演技 那个训练室里面的话 嗯 十个棋手里面 九个棋手 说这个是要挺 对 当然也有 跟事不关己的话 那种就是说 从旁观者的角度来 来那个的话 就是说 这挺的话 的确是心情很愉快 对 嗯嗯嗯 就想着你这个 非得考验我神经 就刚才你早早的 靠一个的话 我肯定会想 说我怎么应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的低感 也是我一定要 一定要契合 一定要契合 对 所以说这个 咱们也不知道 这个是 旗普的转播问题呢 还是就 丢这么下的 丢这么下的话 的确很刺激人 对 是吧 这个 当然是也许 许多奇数 第一感是这个 也许一花时间 一考虑的话 对 还是 也许又应了一个 这个当然是 感性和理性之间的 一个 直风吧 对 而且呢 其实就是我们旁观者 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什么都不用怕 因为这盘棋 输赢不是我们的 对 那坐在棋盘前的时候 就会有各种顾虑 这个可能也得比较 那个也得判断一下 对 所以呢 经过权衡之后 他还选择了硬一个 对 就是换得换失嘛 对 对吧 但是如果是 快骑比赛中的话 大部分棋手应该是 契合 因为没时间换得换失了 那就是 那先来这个 这个体育师这个形状 的确 嗯 很刺激 对吧 这个被捅开的话 顺着打这个的话 心情也是有的 对 实在 那个 这个小贩 还是应用了一个 为什么小贩叫小石佛呢 对对对 他们俩也对上话了 对吧 那个朴天环 既然的话 也说是 我不担心走这个 对 所以两位天才的话 对上了话 嗯 那么这交换完的话 白棋再选择这个 明显是 从心情上 或者是 立下去 嗯 还是这个局部的 分析上面的话 感觉好像是 白棋得分了 对吧 就怎么靠了一下 因为这个脚上 好像以后会有一些 活棋的手段 对对对对 就像这个时候 如果靠的话 我肯定 在下巴就比较多了嘛 虎的话也行 或者是 胶平立这也行嘛 嗯 对吧 你这个绝对不会 见到这来 对 肯定我想在这边下 或者没种 这样一个 反正我肯定会在那边下 因为你在这边下 它搬的话 还是有点余味 打直的话 这个有点紧 嗯 但是你知道可以立在这 对吧 嗯 这个作业起来的话 就有所不太一样 对 实际上 这样这的话呢 明显是白棋 乐意看见的地方 嗯 那我如果当初 就立在这的话 那这边白棋 会有什么变吗 那边他先常问你一下 长 我就 还没动的时候 对吧 他真的 不然的话 你这边站这个 对 你挡这个的时候 他肩这个也先手 哦 那也不太一样 对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的话 应该是白棋 得逞 对 对吧 这个应该是 白棋问道 对 嗯 跳 跳 接下来 小反 反正 很淡定 跳出来 很淡定 嗯 这这手棋为什么 黑棋下的这么悠闲呢 嗯 他认为这个 如果不走的话 被震过来的话 这个模样还是可观的 嗯 那我这话棋现在不是 已经是活棋了吗 是活棋 但是 那我可以下到这儿吗 直接来这个 那他不太可能在于什么呢 他如果走完这个的话 他是想 打入的 打入的 嗯 他不想把这点木树的话 让给了白棋 嗯 同时他认为 这边以后将来 比如说 他压这个的时候 然后 搬出 他断掉 他冲了 打 哦 从根上断掉 再跳 跳 就是这个字的话 对作战的话 还是有所帮助的 嗯 看似好像 是比较缓的一种 要缓 嗯 其实是积蓄力量 对 他留有一定的后续手的手段 嗯 是在 白棋下的 横 轨 拖 立即就准备冻出吗 这个拖是继续的 问 还是 就准备活出来 他应该也是 是 是 是迎手 是迎手啊 对 如果你挖的话 是吧 嗯 打吃 嗯 沾上 然后呢 可以虎 嗯 打吃 沾上 我想吃脚 对 你想吃脚的话 对这个不能再跟着腿 让那么舒服 是 据说他这边留着 啊 打尺碰一个啊 就各种活气的下法 因为一旦如果外面黑得厚的话 可以是不舍得是挖成的 他要大吃的 嗯 在外面 所以说他也是 想寻求这个步调 就是看你目前的话 是你的一个应手 对吧 趁你现在不算外面 不算太厚 也不算太薄的时候 对 问一下 嗯 嗯 如果单纯走这个 那他就 那么他就 沾上 抓沾也行 嗯 是吧 会打一个 对 你那个的话 他就打结了嘛 哦 对 有打结 嗯 打结活 那么他就留着 然后外面的话 就稍微利用 利用 嗯 嗯 拖一个 那让黑旗很纠结呀 很纠结 嗯 就是说每当小贩 要发力的时候 总是会被 对方先视一下应手 嗯 这个是的 小贩也是 很麻 对对对 就是总觉得 好像哪里慢一拍的感觉 嗯 实战小贩 气和了 这个时候 不能在这 嗯 因为他这边的确 没有特别好的 好齐下 嗯 如果挖沾的话 我们觉得委屈 如果搬外面又吃不掉 那么他去 寻求第三个变化 不走了 走不好的地儿 不走 寻找新的头绪 白旗刺 刺 嗯 刺的话也是很有意思 因为如果不刺的话 先搬这个 就有效 刚才那个比较狠的 从根上冲了打 对 这个 也不是我手创 这个我想小贩的话 肯定是瞄的了 嗯 所以这个点 对 这一次 一次的话 也是 就是防这个 嗯 这个现在再冲了打 就不成立了吧 现在冲了打 大家可以看一下 跳 对 这边还打掉 打掉 这是要打掉的 如果白旗 还是打这个的话 那么黑旗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跑 对 你打 看似很舒服 但是吃不掉 吃不掉 因为你顺势出来了 嗯 你还得补回去 关键室 那么黑在一飞的话 这几个字的话 被分割了 对啊 那黑旗明显成功了 成功 对 那这个旗旗金 白旗想办法 有什么好办法呢 嗯 这样白旗就会发挥贴点的作用 贴这个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 这个若金若离 很有味道 嗯 看看黑旗还有什么办法 对 沾上被冲了 对 你如果沾上 被冲了 是吧 你再扳它一段 它只能这样跑出来 嗯 它只能这么打出来 对 这么打出来 但是没有问题 嗯 走这个的话 那么白旗就可以选择气质 嗯 哦 这个你还不行 对啊 我这常先手 对 这个 下面有个字 是吧 这个 重新手的话 这个 有可能被夹死了 还得再打 嗯 那这个旗 那就是 是在黑旗站不动 嗯 白旗就 下面 下面走走 那这个太可怕了 不知不觉 这边已经变成 白旗旗的一片 大旗子了 嗯 大家会发现 最重要是 黑旗上面还牵手 对吧 走完以后 在黑旗 白旗在这边 一动出的话 那么黑旗就吃了这么点 而白旗这个都是自然成功 这个肯定是 得不偿失 嗯 大败应该是 好 白旗还有这个贴一个的好手 嗯 如果 黑旗搬的话 那么白旗 下一个 鱼形 打赤 嗯 能起到了一个 自己等于说是连通的作用 对 那么黑旗的话 这个这一串交换就没什么便宜了 嗯 嗯 这里还留一个断碟 所以说白旗有贴的手段 嗯 当然这里面也是挺复杂的 因为 嗯 比如说黑旗能否再飞出来 嗯 这也是很考验人的 飞出来 嗯 嗯 很很复杂 这里面的变化 确实 嗯 那就只能冲了是吗 它还贴出来 哦 贴出来被挤死了 是吧 对 它只能沾这 穿出来 嗯 这就比较复杂了 嗯 包括白旗是否先冲这个 嗯 但总的来说的话 小贩大概也没有准备 这么 以这种方式作战 嗯 实际小贩就是 哎 走完一个 刺一个 就这么撤退了 嗯 吃完以后 搬 搬的时候 小贩就撤退了 对 跳回去 嗯 跳回去 嗯 但这跳回去的话 跟它的话 也是 嗯 当初的和拖的话 也是关联的 他认为有这个跳的话 就能 防止 防止 这个下面的活旗吗 真的吗 嗯 当然 当然他是这么认为的 但实际看来的话 好像 还是吃不掉 是吗 还是吃不掉 如果还吃不了的话 这几步的话 就有点 稍微有点 失败 嗯 那现在既然这样 是不是只能搬了呢 搬 这个挖是好手 依然还是挖粘 所以这个是必须要挡 这个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 嗯 嗯 因为我看了 朴婷环的 这个 这个靠和拖啊 这两个适用手之后呢 嗯 我就会 每一手 我都在想 这个是必然 那么本来我觉得 这个挖的时候 就是必然的 不是上面打 就是下面打 它竟然脱先了 嗯 所以实际这个挖的话 是白起的一步好起 因为在走完 这个形状以后 竟然发现 黑鸡吃不了白起 嗯 打结有吗 嗯 但打结的话 你可以这么打 对吧 就这个就打结了嘛 嗯 是吧 这个就打结了 对 这个打结 嗯 那就这样打结怎么样 黑起反正就先搁在这 嗯 但是跟它当初的本意 还是有所不符 嗯 当初的话 这个挖粘完 建完以后的话 认为是 这都是黑起的空的话 突然 平白无够多一个打结的话 那会黑起从效率角度来说 应该是要打点折扣的 对 嗯 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 在你的空里被别人出奇了 嗯 嗯 那难道黑起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嗯 在这个局部 的确 这个局部的话 我们也 当时的话 也没有看出特别的 嗯 一些好的手法 嗯 最最重要的是 但是当你立的 就是当你立的时候 它打吃 你不能粘 粘的话 它有可能不糊 它有可能先打你这个 怎么说呢 如果你走这个 那它就不是打结了 提一个掀手 然后挡着就活了 哦 那我如果 打拔的话 我就立了 嗯 就静活了 我如果粘上 粘上的话 它以后也可能 这 它多一个一路斑 多个斑 嗯 但是您打吃 我想问一下 这是决先吗 是啊 你可以问一下 我能不能 走在这边 走在这 然后一提 一走 这一走 不对 这活啊 活倒是没活 但它气很长 这个还是打结 我要如果爬的话 还是打结 嗯 那你不能选 它不打结了 你如果选 它打结的话 那有方式太多了 哦 那我就点 点 然后 然后再点 走 就是外边的味道 有一点不好 嗯 就被这样打一下 嗯 如果先算这样 硬着头皮 能吃掉吗 对 它这边可以先搬 嗯 先搬 这三个籽 我能不能不要了 先搬是吧 对对对 那这一场 这个就算 最后 花了很大的劲儿 然后把这个 收集吃掉的话 嗯 在外面这一圈的话 也是亏不少 嗯 所以这个图 黑棋又不能 不可取 嗯 那就是说 这个地方 主要是 现在黑棋 马上要做出判断 嗯 并不能等 如果能等到 我这个周围都厚了 我再判断的话 就好 嗯 因为毕竟的话 当初这两手交换 还是把味道走干净 嗯 因为如果保留的话 这边有 无限的小小的空间 是吧 嗯 对 实在玩的话 等于这边损完以后 这依然没有找到 合适的杀白棋的方法 的话 就现在有点被动 嗯 实在 虎在脚上 虎在脚上 嗯 你要扳一下 嗯 走 嗯 白棋扳了立 那这个 现在脚上 仍然是打结 对吧 打结 这打结 对于费棋来说 怎么打 也是一个考验 怎么说呢 这有两种的打结方式 嗯 对吧 第一种 我点上面 对 白棋 走 然后一打吃 这就打结了 这打结 这打结 嗯 但这打结的话 虽然对黑棋的话 没有太多的影响 但是一旦黑棋打赢以后 哦 白棋气很长 气很长 嗯 这气很长 特别是这里还有一些借用 对 这个 特别是以后 将来收官的时候的话 会有所 白棋可能会有所这个便宜 对对对 嗯 还有一种打结方式 还有一种是 加这个 对 加 嗯 但这个打结方式是很刺激的 相当刺激 走 走 注意啊 这个打结是很刺激的 但是 黑棋 有利的一面就是 如果打赢的话 可以把你抓起来 嗯 就是这样打的话 是必须要打赢 不能打输 如果打输的话 比刚才的损缺要大 对 人家就提到外面去了 一温柔的我提到外面 对吧 第二我不会温柔的 我打吃在这 打吃就这样出来 对对对 打吃你就没反应了 对吧 你如果沾 我这么出来了 嗯 你如果吃这个 那将来你提结的时候 我可以 贴这 对啊 其实我这边交换一个 这个就已经不是打结了 进活了 嗯 所以说 黑棋如何打结 也是 比较考验的黑棋 也能看清黑棋的意图 就是到底是想真打赢 还是随便打一打而已 嗯 实际上像这样的话 应该是 从布局的角度 应该是白棋比较成功了 对吧 这个黑棋 这个自从打路完了以后的话 我一下子就吓得不跳 嗯 而白棋的话 等于说是 把这个黑棋的 一二三 这个阵型的话 打破了 对 嗯 留下一个打结活 不过黑棋可以先等着 等着 嗯 好强到了这个 嗯 这个B的话也显得很关键 为什么 的确是 这如果这么厚的话 不发挥一点作用的话 那么 这个厚的威力就 减弱了 嗯 其实我觉得现在啊 虽然您说这个白棋 上面比较成功 嗯 但我总体来看 我觉得黑棋也还行 是不是因为我有立场的原因呢 你有可能 我觉得 黑棋这个跳 嗯 您刚才说的 这个 由于白棋还刺了一下 嗯 逼住 其实白棋也挺难受的 嗯 那白棋破坏了黑棋的同时 他自己 这个形成模样的机会 也没有了 但是现在目前全盘看了的话 黑的控不多 对 上面还是个打结活 对 控不拖 但如果我这个结材有利的时候 我把白棋给吃掉的话 那么我可以下两手 对 是吧 我可以下两个关子 嗯 那也是有一定的目数的 咱们继续看 好 看看这个 嗯 逼住能给白棋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逼住白棋脱线 竟然脱线了 是 这个是可以脱线的 只要它不死的话 就没有问题 它走这儿了 对 嗯 从这边逼 这边逼 嗯 这边逼的话 目前也成为一个 其中的共识 就对付白棋漏的话 这个逼的话成为共识 以前的下法是 第一 顶 顶白棋就长 这是比较注重脚地的下法 嗯 白棋就一飞 如果不太好攻的话 那白棋是可以满意的 特别将来某一天的话 还能把这个二路加 加少的话 对吧 对 黑棋只能虎的退出的话 这个黑棋的实地还是比较小 嗯 对 这个白棋应该是比较满意的 嗯 所以维持的话 黑棋 这个 成为目前棋手门优先考虑的 一步计 嗯 对 大家好像不肯顶 也不肯尖的时候 就下这一手 对 特别是这边油脂的情况下 下这一步的时候 这会计的话是比较多的 嗯 白棋其实也有大致的两种下法 嗯 基本上我剑的都是尖了一壶 对 尖了一壶 这是一种下法 嗯 那还有一种呢 还有一种就是尖了 再尖出来 哦 再尖出来 对 对 这两种下法 大家会注意 对 大家会发现 就是说 嗯 直接尖的话是不太肯的 嗯 如果这么尖的话 嗯 黑棋是尖这个 这两个交换 把白棋走重了 哦 那如果这两个交换 等于黑棋要走的话 就等于说是挤了再扳是吧 它断了一下 对 就是各有所得吧 黑棋得了一个 让你损一下 对 但是白棋的话 相对来说的话 也得到某些加强 嗯 那现在呢 我觉得啊 它确实 嗯 不会是尖了虎 嗯 一般尖了虎 是蒸鲜手的下法 嗯 我盯一个 然后它就搬了 一挡 它就脱鲜了 嗯 这边一个打结活 那边一个打结活 这不就等于 闭死一块了吗 是 是 所以这也是 朴棋环选择 煎出来的一个原因 嗯 煎出来 那黑棋 必然要把这个 挤了吃掉 挤了吃掉 然后 这三个子 肯定要处理 嗯 走这儿 嗯 现在啊 我发现一点 少老师 嗯 我觉得黑棋啊 好像在每个局部 都慢慢的在走后 对 一旦我走后了 那白棋就找不着我劫财了 真的就只能收两个关子了 是 的确是有这么一个打算 黑棋 实战是 对 双方的话 在这边的 对话的话 也是很有意思 如果白棋不插 单拐的话 黑棋是比这个 嗯 这个一吃完的话 还是没有两个眼 哦 这跑起来是有点 有点孤单 为什么 特别是黑棋这边 还是很厚的 所以实战 这个 比较正确 嗯 走这个的时候 都是逼住的 那 我看这个子 离这么近 有没有尝出来的沙发 嗯 当然这有 但是 这尝完以后 由于 白棋 这么可以压一下 压几下 扳一下 扳一下 这几个交换的话 白棋就可以大踏步的出头 是吧 嗯 对黑棋来说的话 一完要拿这个 白棋这个眼的话 目前意义不大 为什么 如果X2的话 它也是没有活进的 如果它一手活进的话 那么我一定要破眼 对吧 常常破眼 如果它只是一个眼的话 我完全可以选择一个反攻 对吧 慢慢的在外线 等待 这样的话 由于你这边小几个子 你的出头就会变慢 对 是吧 那么我再选择 攻击 好 下面一个眼 那我因为有的时候 因为我平时看见这个形状 我如果离得近 我就把它尝出来 是 所以我的判断就是想着 如果我差点人家靠一个 我是走什么的呢 如果我是退 那它顶又不是句色吗 但是在围棋的话 也有一个逆向思维的一个感觉 嗯 所以说这个也是要看局面 如果这边不是很厚的话 对吧 也许会有别的下法 就像陈英前面所说的 都是一些普遍规律的事情 但在这个局面上的话 特殊规律的话 当然黑棋可以选择一个 适合这个局面的下法 作为白棋来说的话 由于单管黑棋一逼住 白棋目前展示下面做不活 再过去如何逃跑 对白棋来说是一个考验 这个如果还是走这个的话 然后就被震通 这个感觉很危险 因为这个 虽然的话留个打结 黑棋太厚了 对 是 这个拐的话是先手 实在 他要 敌这要点 哪让我这要点 对 黑棋飞出来 对 黑棋飞出来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棋 如果黑棋贴的话 那白棋弃子吗 这个感觉是这样长的 它要长出来 它要长出来 等于白棋通过 通过这个字的话 等于说顺势把这个走出来 甚至也可以比如说最熟的 挤一个 挤一个 这样就彻底出头了 然后就拐一个 然后再挑 对 再压掉 推的话再挑 这也是可选的一种下法 好 白棋的目的就是要迅速的出来 对 出头 嗯 吃战飞 如果白棋还是走这个的话 那么黑棋这个字的话 贴这边了就 嗯 太一样了 嗯 吃掉 出 从 当然白棋也可以选择这个 但是这个的话的确 出实地的角度来说的话 还是挺大的 哇 那这个笋呢 哦 你这回就断了 是吧 就不能再出来了 那是 那就把它吃掉了 嗯 从实地角度来说 黑棋还是挺舒服的 嗯 降了以后 点两下 依然有可能 攻杀的可能性 嗯 一般来讲不肯 因为看着这个 朴婷环和小贩的这个 起风啊 都是实控 嗯 所以不肯一上来 就损那么多 对 特别是外面的话 那个模样 已经没有太大的前途了 嗯 为什么呢 对黑棋来说的话 由于这个点 被白棋控制住的话 这个头的话 那么黑棋在上面的话 不太可能有太大的模样 或者是产生特别大的攻势 嗯 就走走小控就最安全 嗯 正好他们也擅长捞控 嗯 冲 冲 然后冲 吃 反吃 反吃 提掉 嗯 快吃 现在可以做活的 还白棋啃吗 这样 这个 一般人是不太啃的 嗯 当然是 二般人的话 也许会啃 嗯 跳出来 跳出来 嗯 紧接着这个小贩也下的 现在这边是不是没什么问题了 相当的冷静 嗯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在这边动手了 你在这边动手 第二的话 这个拆也不小 嗯 嗯 打结了吗 嗯 有可能 他是担心被鞭跑出来以后的话 多几个字 没起啊 长我就贴 然后拐我就搬 反正如果是只说局部 我拿黑棋我也不怕 我就想走这边 但是如果是为了打结的话 那就要判断了 嗯 这个提的话是比较冷静的 也是很体现小分的一种风格 嗯 厚 嗯 请接着 打黑棋 走 逼住 逼住 可以其实 嗯 交换了一手 对啊 掉 哦 在这儿掉一个 掉一个 那不 对 然后现在走这边了 对 这两步去的话也是 就很像陈寅所说的 就是说慢慢的下 然后 把自己的棋下后 然后进去把这个吃掉 嗯 那白棋的话 拐这个 嗯 他走这个 不是给白棋留一个缝要跑吗 是 那如果我把这个缝堵住怎么样 嗯 他现在的话 等于说是要对白棋这块产生某种压力 嗯 这样的话 他一拐 基本上就活起了 对 包括的话 他贴这个也是活起了 对 而他在走完以后 你拐 将来他是保留着杀棋的可能性 大家注意 尖 我在挡 走 尖 哇 然后再一扳 嗯 对 白棋局部是不活的 局部不活 嗯 白棋必须得靠外面出头 比如说 嗯 这些必须要靠出去 对 那他拐一个 完了以后 小分 好 拆二 拆二 拆二的话也是等待时机 嗯 然后这些多子的话 也许对白棋有所压迫 嗯 接下来白棋是不是要做活去了 因为白棋应该再干点什么呢 嗯 我觉得现在全局基本上来讲已经定型了 就还剩那个打结 而且呢 而且呢黑棋其实为了这个打结做准备已经花了一手棋 但是其实似乎价值没有那么高 对 但是白棋 补棋的话其实有这样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直接补掉 对啊 我就一排一喉就活了就完了 单立这个 哦 立到这儿 对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补的比较 嗯 最强的一种补气的方法 嗯 这样是确保活起了 但是补完以后的话 这边或许 由于这块棋毕竟没有活进 也许黑棋还会在这边做点文章 比如说往这边一立 走 吃 好 这样棋子啊 压 然后再长 再长 一我还可以再压 问你一下 看看我敢不敢扳是吗 因为我敢不敢扳 第二我看你敢不敢在这边硬 为什么呢 如果你还硬的话 我顶 你再吃 嗯 那么就不用怪我了 哦 有可能就不怪 你想吃我这一块了 对 有这样一个可能性 哦 原来这边还有这样的 身东之西 抢手 是 如果你 尝这个 那么我就把这个木 卷回来 同时的话我这边还会利用你这边的一些薄漏的环节 嗯 哦 对这样的定型以前我都没有想过 其实这样的骑行我们也经常会吓到 但是这个X2我都觉得它很小 嗯 我拿白棋当后事 如果这边的话是白棋活干净的话 那么就像陈寅所说的这个X2不大 是吧 因为从木属角度并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是为了杀这块黑白棋的话 那么这X2的话就起了一个包围圈的作用 对吧 你把包围圈的话等于说是保温的口的话全封住了 嗯 这个下法太严厉了 就是说围圈的下法其实跟全局有很大的关系 对吧 如果跟这个没关系的话 那么那么这个力的话绝对是送子啊 对啊送物了 对送子这个全部死掉 然后这你打的话也是跟着别人后面走的话 没有任何太大的意义 那莫非白棋要补这边 对 朴廷环的话这个虎的话也是补得很稳健 同时他也看出一点什么呢 就是目前黑棋要打结的话也不太容易 首先面临的选择就是什么一个打结的方式 第一是否走这个对吧 这个前面也跟大家说过 如果打赢的话这个白棋的棋很长 如果要加这个的话 这个黑棋要找白棋的结 也不算太容易 因为这里不能太损 这边可能加尖一个 尖这个 对也许白棋也反结 所以这部棋也是一之两用 对吧 第一的话等于说加强了自己 第二的话就是防止了白棋打结嘛 黑棋打结嘛 对然后又照顾了那边 对对 还是很体现风格的一部棋 然后黑棋 下一手再不走的话 再被白棋走过来的话 这个字的话就很危险 要进白棋的包围圈 是 搬 搬的话 当然也是一种心情 我们当时看的话 这个退的话也是 很不错的一部棋 那可能黑棋就不走了吧 但黑棋的话 现在不走的话也没有棋下 因为这个退的话 对这边还是有所着 对吧 比如说吧 你如果搬这个 那么它这边也可以尖住 有这个纸以后 基本上就能连通 对 如果没这个纸的话 你这个黑棋还能尖出来 对吧 如果你压的话 我在压的话 这个纸还比较麻烦 但有了这个字以后的话 这个基本上的话 连通已经不成为问题了 所以说 这个白棋退是比较稳健的 一种下法 好 确保了上面的安全联络 是 就换种说法的话 这个白棋的话 只要有 能把这个隐患和这个隐患 去除掉的话 那么这个空的话 还是白棋 多很多的 对 比如说黑棋只能 自己保一个 白棋再补一个的话 大家看一下 这个全盘的空的话 好像白棋是好不少 对 那黑棋的后都没有用武之地了 对 所以白棋完全是可以 先忍一道 实在 白棋不肯忍 白棋扳 扳 然后虎一个 挡住 扳住 然后吃一下 嗯 嗯 现在的扳 嗯 一路板 嗯 对 嗯 这边多了几个建用之后 白棋有可能就会有危险 对 有危险 嗯 就是说这个 黑白棋的话 也是给黑棋的话 怎么说呢 嗯 制造了一些 机会吧 嗯 或者存在一些变数吧 嗯 对 现在白棋不是那么容易连了 如果再像您刚才说的这个 有可能我这是不是用打了贴这些的手段 还是我直接压出来 好像似乎觉得黑棋应该可以利用上自己的后事了 对对对 就像陈寅所说的 嗯 就之前的我这个提压这些可能都用上了 对对对 这个时候如果黑棋打这个的话 也是一部比较犀利的下方 然后再贴 嗯 虽然你可以这么回去 是吧 哇那这个被我打 嗯 打的话很愉快啊 反正是 然后 嗯 白棋 嗯 你就这么 也可以压掉 说明还可以加住 是吧 那我这边压了的话 是不是您这边的手段又有可能 对对对 对白棋产生很大的威胁 对 同时大家也要关注到 嗯 将来黑棋还存在着这里 冲断的下方 哦 这个里冲断又来了 对 又埋伏着这个人的下方 这个不怕 这个打吃的话 因为你吃掉我这个 不对不对 刚才是贴的是这个对吧 对对对 贴这个 嗯 然后我就可以飞出来 是吧 对 嗯 比如说如果你这边 断 我甚至还可以先打 走 把它粘 你吃我滚包完 这一后事的话 然后我这边就 也许就一下断了你 甚至的话 我这留有截差的话 我这压住的话 这个白棋 现在有点重复 对 嗯 这么一看来啊 我就觉得怎么 白棋到处都是毛病 对 这块棋也不活 这边欠着断点 上面又欠个打结 现在最重要的是 这块棋 它还没有安全运转 对 那我觉得白棋 可能会有点麻烦了 嗯嗯 那究竟这个黑棋 这一般 白棋有什么好的手法 我想让大家也想想 替嫖婷环想想办法 虽然它是韩国棋手 但是我们也替它想想办法 对 这一般的时候 看看白棋会走什么 或者我们黑棋会有没有更狠的手段 那么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 好 欢迎回来 现在呢 黑棋这一般 是不是白棋就有点难搬了 这几个走 是不是就跑不出去了 嗯 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 的确这个搬的话 也是在考验着白棋 嗯 前面如果白棋 简单的退的话 是否黑棋头绪没那么多 好像是 对 嗯 但是嫖婷环的话 既然敢这么下的话 也是有所准备 实际上它选择了 还是选择了我们刚才想的这个煎 如果它要补这边的话 黑棋我想应该是可以这么吃法 它这个吃 嗯 当然 但是说这个煎的话 不是吃的比较简单吗 嗯 但是吃完以后的话 就起来有点小 完全可以 吃的大一点 吃的大一点 嗯 可以挑着 如果白棋赶跑的话 那么黑棋小煎 这个 茫茫天涯路的话 白棋是否 似乎好像是 找不到 回家的路 是啊 这边实在是太厚了 对 太厚了 嗯 煎一个 煎完以后 小贩的话是选择了 顶一个 嗯 可是刚才我们摆的那个打了贴 不是很严厉吗 对 对吧 毕竟的话 这个以后还残留着这个冲断的可能性 对 这块还有一些 嗯 怎么说呢 杀其的一些 最强手 对 嗯 实在这个小贩 顶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手软了 因为他觉得这个吃这个也很大 嗯 如果白棋不能切到这个的话 这个顶的确是好手 啊 嗯 为什么呢 如果白棋再推这个的话 那么黑棋再这么打出来的话 就不太一样了 嗯 对 他长窝这再贴出来 对 这个冲突就这个机器愉快了 是吧 这个顺调顺得厉害 嗯 嗯 如果 你护这个 似乎 我们当时看的话也是有可能性 我挤一下 对 然后是不是打了再连扳出来啊 是 是 嗯 但是这个白棋 这时候黑棋 这个反刺的话 这个弄得白棋极其难受 嗯 对 走哪儿呢 这形状真的太难 对 对 你如果长这个 这个一挤 依然被断掉 嗯 如果你补这个的话 这个依然可以打出来 对 这个依然有借用 嗯 顶到这个时候的话 的确 从局部看 这的确是好手 嗯 当然也给 白棋 嗯 转身的余地了 嗯 实战是 白棋长了之后黑棋 又没有掉 他还是想把这个先利用完 对 他可能啊 想让这个白棋粘上 然后他再打了 停出来 对 对 有他的一个构思 嗯 但是这个挤的话 白棋好像 还是吃得 吃小了 嗯 吃小了 而且他也真的 没法再粘了 是 再粘被我打了 冲出来 他怎么办呢 嗯 甚至他 如果再粘的话 再打着一下以后 直接断的话 也是有可能的 根本就不用冲了 对吧 这个已经粘不上了 嗯 但是黑棋 一定要这么吃的话 其实本身并不是很大 嗯 对啊 因为现在已经把白棋逼都没有办法了 如果他可以连的话呢 他可能总是要纠结了 到底是气还是连 嗯 现在他没办法连 所以他只有气了 气之前他就先点一下 对 这个点的话 也是一步局部的好者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 没得反接啊 就有力 嗯 如果你 挡的话 他可以力 挡这个啊 挡这个 沾上 那你只能力了吧 对 白棋要 黑棋要净吃 白棋要必须力 那可是我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敢粘出来了呢 嗯 他完全可以先不考虑粘 嗯 怎么说呢 嗯 他可以考虑铺 铺啊 嗯 那我只能提 能提 然后再吃一下 再吃一下 嗯 沾上 气现在还够 如果你沾上的话 那么他这个 收完以后 沾上的话 你再断不了 哦 被夹死了 对 嗯 嗯 对 所以 在这个档口的话 白棋的点 是缺好的时机 为什么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到 这个铺是关键 嗯 当然如果这里 有一个黑棋的时候 这个铺是延不了气的 对 铺的话 人家就沾上 所以就这个时候铺 绝对是好时机 如果铺的话 白棋可以不能沾这个 沾这个的话 对 被白棋先手连回来了 先手连回去了 嗯 所以这个油的话 被白棋卡着了 嗯 这个时候时机还真好 真好 白棋 嗯 只能提 然后白棋再 长嘴 这个白棋的吧 也是下得相当的漂亮 对啊 现在我觉得这个都便宜到了前面 上面那几个子真的是死得其锁了 对 死得其锁 嗯 实在 但这样的话 然后白棋正过来 嗯 如果这个全都死的话 这个黑棋的空明显是不够的 嗯 特别是如果这块棋再被白棋再活掉的话 那么空应该是大差 对吧 比如说你普通的外面走一个的话 这个其实也不小 这有16亩的加持 嗯 你普通走一个16亩的话 对吧 黑棋如果走一个的话 黑棋白的吃了 吃了的话 白棋把它一补 这全盘的空的话 黑棋是不够的 嗯 白棋这边其实长的也蛮多的 蛮多的 蛮多的 嗯 所以作为黑棋来说 唯一要真剩的话 只能杀 嗯 变上了白棋 那现在对 他选择的就是 邵老师介绍了这个大棋 大棋 那就能看出黑棋是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这个棋打赢 对 同时的话 他还有这样一番对话 就说 这边你不是把我 占了我的一点便宜吗 哦 那我这个截材就没了 对 截材就没了 我完全可以使用 更暴力的一个打结的方式 对吧 嗯 就是不给自己留下 任何退路的一种打结方式 对 但是他一旦打赢的话 他明显是比那个打结 效果好很多 对啊 要把我子帮就抓起来了 对 嗯 白棋 那也必须先得 冲出来 冲出来 这不走的话 如果单纯的走一个关子的话 不条件死的话 白棋还是不太甘心 对 不肯 不肯 对 然后形成截针 黑棋要找什么截 嗯 肯定是要找最大的截 如果仅仅是把这三个字跑出来的话 那显然就不是截了 对 最大一块截只能是这一块 对 只能这块 如果只是这种靠的话 那么白棋 就肯定就不硬了 肯定不硬了 对 对 也没法硬 是 是吧 越硬的话越硬越多 同时关系是这个一打赤的话 黑在这边的话就被击溃了 嗯 所以黑棋要拿出最大的截 通常我们说截要从小的找到现在不行 因为没有小的呢 是吧 没有小截 拖 这个拖的话其实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不是小尖截材多吗 小尖它挡 然后再剪再剪 这都是截 嗯 嗯 这个拖的话的确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确实也是留下了一定的伏笔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拖本身是不成立的 白棋完全是有能力把它吃掉的 好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这个是截材就是源源不断 我断啊 这是截材吧 但是 喂 你现在端吗 我现在不端 我提截 提截 对 那么我就可以 好这个了 哦 实在的因为我是说着的 对吧 所以说这个 大家也在认为这么简单的话 平地的话为什么看不见呢 不是 它这个时候我觉得它这么想的 拖一个不是想找截吗 嗯 然后我就用一个 如果你提截的话 我就再去找截 嗯 可是是不是它临时这个思想 又产生了一个变化 嗯 这是一个原因 嗯 其二的话大家知道 这个并不是黑棋的食物 黑棋也许在考虑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吧 这能长进来啊 然后冲一下 然后再加 对啊 先考验一下 白棋 你怎么走 那我现在好像只能走这个 是吧 只能走这个 这样 死了 嗯 哦 这是陷阱啊 嗯 是 但是白棋可以搬这个 看你断着手 搬这个 搬这个 哦对 这个时候家我可以跑 可以延续气 这里面还是很复杂的 但总的来说白棋是成立的 为什么呢 你搬这个的话 如果你加 它可以做这个的 对 是吧 这个你避不住 你这断不了 那这样我是劫材多了 你吃这个 看似也是一个很 很有意思的一步骑 是吧 这还有 如果你粘的话 那就挡上了 那就没切了 但是白棋可以管这个 走 粘上 走 所以说 围棋的死活 嗯 计算 相当重要 对啊 是 基本功啊 对 不会死活 那一盘技也赢不了 是 像这样的话 应该是黑棋挺危险的 这一扑 这一收 这一集 这分处 黑棋很危险 那么就留给我们一个疑问 为什么黑棋不行 白棋没有这么选择 对啊 为什么呢 嗯 因为白棋 黑棋可以选择 另外一个下法 走 嗯 挡住 挡住 先加 搬 黑棋 先立 先立一下 对 然后拐 把自己下后 弃子 然后把自己打印 对 嗯 他可以选择这样的下法 嗯 所以说这个 看是好像范丁宇 下了一步 不算 有成算的棋 其实也潜伏着一个 小小的一个陷阱 对啊 暗藏杀机 对 靠近环 拐 然后提 提 提的话 现在白棋 黑的踢过来 哦 对对对 黑棋踢过来 现在白棋 也没有 特别合适的结材 因为对白棋来说 这个是结材吗 这个当然是没问题 是结材 嗯 一个结材 两个结材 三个结材 对白棋就有三个结材 那么黑棋 这个走完以后 这个一个结材 两个结材 三个结材 这个结材是有的 嗯 嗯 那是不是就是 有的时候我打结 我经常喜欢 就先让人家 就是我先找几个结材 因为我在这边 我觉得没有什么 可以变化的这个空间 那他呢 有可能有好几种下法 我就先让他 把这边的下法定定型 嗯 然后我再把结材给他 是是 当然也要从全局的角度 来考虑 如果白棋认为 这时候我收兵的话 这棋优势的话 嗯 我就没有必要搞那么复杂 实在 朴天花也这么认为 他认为 这拖完以后 损 那么我点一下木 认为 哎 这如果放给你的话 怎么怎么样 对吧 实际上他选择了一个 最解明的指导 对啊 他要去 放弃这个结层 对啊 那我挤这下 能亏多少啊 嗯 从职业的眼光来说 一目 一目 我就打剩一个 三十多目 四十目的结 那我赚大了 但是 从这个角度来说 第二的话 这个本身就很大 嗯 这个棺子本身就很大 第二的话 这最起霸是一目 因为有许多变数 为什么 当有一栋 我挡住的时候 这里面的话 我是要搜刮你的 对 挡是先手 因为我想 如果白棋想尖的话 白棋总能尖的 嗯 但是如果当白棋 冷静的吃掉这个的时候 大家应该心中 有个这样的感觉 就是白棋想不战屈人了 对 他就把这个放弃给你的话 他都宣告 这棋的话 还是我优势 那熊市真的是这样的吗 那我们把棋解消了 判断一下 嗯 然后白棋 把最后一个木树走掉 这个加之 嗯 十六目左右 真的白棋就领先了吗 嗯 这个给大家稍微的 可以点一点 因为当然的话 这个棋盘有点大 也不太容易点 但是在事先的话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 这样的判断 就是说 这块跟这块比的话 这两块比的话 嗯 算上把黑棋的一点厚实的话 黑棋大概比白棋 多一个天目 哦 多一个天目 多一个天目的价值 那我只是 那我必须得外边 得跟白棋外面 也得抗衡 对 就是说这个黑棋 要跟白棋这个木树看好 嗯 我们看一下这边呢 白棋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目 而黑棋的话 四目是看得见的 对 挡住的话 四目 四目 八目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但是这时候又轮到白棋下了 嗯 嗯 所以总的来说的话 应该是白棋的话 从木树的角度 来说应该是占优的 嗯 哦 那黑棋就得压缩他的同时 自己最好还能长几木 对对对 所以说凡是有利也有一臂 嗯 当初白棋为了占便宜 对吧 嗯 把结材都走干净了 对啊 让黑棋走那么厚呢 对对 到时候真打结的时候 他就没结材了 对对对 但是没打结 没结材完了以后呢 白棋又走两个关子 嗯 对吧 因为这已经卡完油了嘛 对吧 稍微收一下的话 这控油显得多了 所以这里面的话 这个还是很有味道的 是吧 有利弊有一弊 有弊也有一利 嗯 是 是 因为的确卡了油了嘛 如果没有再卡油的话 这也许单纯的白棋收控 不一定够 或者是优势不大 嗯 这卡完油的话 白棋也游日有余了 把这个很果断的 放给了黑棋 选择了收控 黑棋反正这边是死棋呢 它外边自然就有点借用 对 这黑棋也必须要想点办法 因为如果不想办法单纯的这种 比如说这种收冰的话 白棋车一正的话 这个是乐办 嗯 总是要借用一点 嗯 你看这个白棋的姿态也是 摆得很正 对吧 这些它就有优势 如果正常一下的话 完全可以考虑 靠出来 因为靠完以后的话 这个尖出来的话 也不小 对 蛮严厉的 如果你硬要破我这边的空的话 那我这边油脂的话 我一吃 这边来 10 20亩左右 嗯 你这个只不过也就跑了20亩 对吧 棋盘也缩小 对 看来 朴婷环对于刑事的判断 嗯 我们已经知道了 对 这棋认为 比较优势 哎 嗯 我看到下一手的时候 我就想问问邵老师 嗯 那刚才您说这块和那块比较的话 黑棋 大了 一个贴幕 对 那您是不是把这三个字 给我算成死子了吧 这肯定都给数白金木了 嗯 您觉得呢 嗯 我本来觉得这应该醒白了 但是我看见了黑棋下手 靠出来了 那我就觉得 咦 那莫非这这三个子还有鱼 还有鱼味 嗯 当然就说这个 嗯 三个子鱼味肯定是有 但是味道有多重 对吧 咱们值得推敲 嗯 正常的尺寸的话是 压这个的 压这个你有可能 对 正常是 如果正常 收关的话 应该是差不多这样 嗯 稍微压缩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也稍微下厚一点 是吧 但下出正一步来的话 那么就是一个非正常的下滑了 如果白棋 退缩 那么当然是黑棋 乐意看见的 长 哦 走 就这样长的斑了什么 这个压缩的话 我还在想是不是它准备断了 这个压缩的话还是挺长 严厉的 嗯 如果像陈寅所说的断 因为它是不太成立的断这个 我就打直这个就没有问题 嗯 这个的话沾上也没问题 嗯 然后 这一段的话 这个 没用 没用 嗯 这个基本上的话就退一个 就OK了 嗯 如果你沾的话 我就搬 你如果沾的话 我这边呢 利用一下 那么我把你最大限度的话 等于说压缩了 本来你也许正常的手法的好评 多一个贴幕 嗯 如果你这个稍微的后退两幕的话 那么我们的距离的话 游会越来越接近 是啊 嗯 那这个时候朴婷婚他不忍了 嗯 那不忍的话 那黑棋也就跟你拼了 嗯 对 黑棋是要拼的 这个黑棋的姿态摆得很正 就是这次我是要拼 如果能拼赢的话 那我就赢了 对啊 现在反正我上面这个厚嘛 我不怕啊 白棋攻我 是 他唯一怕的就是白棋吃它 对 公不怕 是 你只要不吃我就行 对 但是作为白棋来说 既然放出来的话 那必须得吃 如果不吃的话 这个白棋空明显是不够的 接下来这个怎么置孤 这个也是考验着小贩 嗯 跳 大飞 这是大飞的 嗯 这个大飞的话也是下的很强 跳 这个白棋 也是故意露一个破绽 对吧 如果你冲 冲的话那就挡住 挡住 这不能断吧 断我打了火 是不是就要连回去了 是 这个的话是故意露一个破绽 对啊 明显是不怕的 对吧 如果你那个 嗯 我这边有没有点味道 我顶得冲 您得断 对对 我实在不信我 这个的话就打结了嘛 嗯 是吧 它没问题 所以既然 我是选择吃 而不是攻的话 那么我就不能给 黑棋有什么借用的地方 对 不能让黑棋转身 嗯 白棋的这个 这边下一个大飞 这边又下一个大飞啊 嗯 这个分段 分段 因为它下一步的话 它也认为 它可以从这边来 稍微骚扰你一下 嗯 如果你还要这么 这么忙活的话 走完 大家会发现 当初这块棋 哦 是没有活的 由于从一走一背 一走一点 大家知道这个点 是很厉害的 为什么说是点厉害呢 这一点的话 你只有一个眼 对啊 不活了 不活 嗯 现在我发现啊 嗯 黑棋打印这个结之后啊 突然间厚薄就逆转 对 白棋变得很厚 那是 黑棋变得好像到处 有毛病 刚才早知道 威胁它这边一下就好了 就是威胁的时机很重要 时机不对的话 这个当初的话 也许对方的薄落的地方的话 都变成厚实了 对吧 如果外面黑棋很厚的话 这个是 作为这是白棋薄落的地方 但是现在白棋很厚的话 这就纯粹是厚实 对啊 就一点毛病都没有了 对 像白棋大飞 大飞 嗯 然后一起靠一个 因为黑棋在这里也不能走得太多 为什么呢 如果走得太多的话 白棋存在着冲断的变数 嗯 为什么呢 因为你破了也就是我15目 如果我这边要吃回来15目的话 等于没破 对你什么事情都白干了 对吧 必须要连根跑 然后扳 也是 依然下得很强 对啊 不能被黑棋敬意的就都连上 反扳 这个也下了四肢入扣 打吃 然后粘上 再吃 再吃 贴 能活吗 嗯 不知道能不能活 但是他也在找头绪 对吧 如果你这个退缩的话 他这边就已经有眼 然后 然后后手眼 然后这边看能不能再折腾一点东西 因为毕竟这边还是有点啊尖的这种下方 那这个贴不是 我这边联络可以吗 因为我觉得黑棋好像没有断点啊 而且贴一个 我这个地方是不是也出不了头呢 嗯 但是你不贴的话 什么时候被人家打吃的话 我就只能粘上 对你只粘这个 他就会发现 你以后再点我这个的时候 因为你这个是连不通的 对吧 这是连不通的 对我冲断了 对 你唯一寻求联络的办法就是挑这个 对 我有了跳在一间我就连回来 如果你补我就连回来了 没问题 嗯 但是现在跳的话 如果这个被打吃掉的话 跳的话 白棋是可以这么吃的 对 走 对吧 可以这样封住 把这两个气给你 哦 这两个子可以气掉 是 你打吃 我是可以打这个 如果粘的时候 那就一个眼 我可以先把它刺掉 然后挡住 对 嗯 这一个眼 所以小贩一定要先在这里 贴一个 给你找个头绪 贴一个 如果你退缩 那么他这个点完以后 这一个眼 这一个眼 那我如果走在外面呢 那走到外面的话 然后他这边的话 是否也可以找找头绪呢 我一个我就挡住 嗯 这边有没有利用这个 这个粘的话 有没有一些余味 是吧 利用用 他这个顶料冲 他气很紧 顶的实际不太好掌握 为什么呢 你过着顶的话 将来以后 比如说白棋挡完以后 嗯 收空的时候 白棋这个壶 有可能变成决先 为什么呢 这个一扑一走 一打吃一沾一挤 这个关子的话 就是被收刮得很厉害 撞气 撞气 但这样的话 如果像这样 这没问题 为什么呢 你沾这个了 它必须得碰一眼 嗯 不破就做活了 但你这这一段 这个头绪的话很多 哦 这有可能 对 挖 对 一滚包 这个出去了 是吧 嗯 所以说这个 其实也绷得很紧 嗯 为什么怎么说呢 就是说 嗯 你下到职业高手 或者是顶尖骑士的话 你没有一点力量 是不行的 对 对吧 这样的时候 你说小贩 我跟你来横的 对吧 这个就是职业靠出来 你退缩吗 你退缩的话 两目没了 你吃我 那就比力量 对啊 对吧 有可能的话 你前面下的再好 这一道被我 自顾 做完活的话 那就逆转 对 现在 前面优势 可能都不算数 就是看这个战役 是 这个战役 很刺激 您觉得谁的风险大呀 嗯 咱们这个战还没有 这个 总的来说 应该是 黑气的风险大 但是黑气 黑气 薄是吧 对 因为黑气 现在是光脚了嘛 对吧 也谈不着风险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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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白气 白气 白气 白气也是 寻找一些头绪 为什么呢 他也认可 就是说 如果你就活得缓了嘛 我把这个吃了 嗯 那这个确实 比这个还大 我觉得 嗯 我都没问题 嗯 所以 黑气 还得 先跑 跳 跳 冲 冲 然后跳一个 飞 哦 走到这个 对 上面跳 这边就好 嗯 跳上面 贴 嗯 对 连回来 因为这样的话 黑气把这个连回来了 是吧 嗯 对 嗯 对 就这一个子没关系 这子没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已经有子的话 这个子就很轻了嘛 嗯 那接下来 这几步交换完白气 打吃 这个也是 黑气还要继续跑这一块 嗯 黑气是不是必须得跑 但是先反过来说 白气 似乎也必须得吃 嗯 对于说 这是一个胜不错的地方 对 而且吧 白气吃这个的时候 我还可以吃这个 就说白气 损的木树 好像越来越多了 嗯 就把白气 冰的必须要 嗯 要动手 对对对 是 因为就像前面所说的 这个白气的话 要杀的话 似乎也只能打吃这个 打吃 吃 我停掉 铺 这个铺也是吓得 很强 嗯 因为这个铺的话 也的确是 怎么说呢 也是 它现在我觉得白气 也真的是孤注一致 嗯 只好如此 嗯 如果因为你走别的话 这杯一沾的话 反而自身有点问题 嗯 对吧 沾完的话 刚才我冲了断 这点一下 一会儿我这个 有没有可能蹭住 解 因为沾的话 你必须得铺这个眼 这断完以后的话 的确是有可能性 嗯 嗯 空气的话 白气扑完的话 黑色便逃不出去 对 嗯 如果你打吃这个 它是包打这个的 对吧 提反正就提吗 嗯 没毛病 挺切着 走一个 也是有一点哦 嗯 虽然提了 但是我有没有可能 就我提 您不提吗 我断 您粘上 我又可能断这个 嗯 那就说 如果打这个 我应该粘这个 我看出来了 嗯 你如果粘这个的话 我可以堵住 对 这个扑的话 发挥作用 如果你拐这个的时候 我粘这个 对吧 你再吃我走 你提我可以提这个 嗯 这样这个断不就不成立了 对 所以讲器是需要两个人讲 一个人讲的话 难免会产生 某些错觉 嗯 实战 它粘这个 粘上 嗯 粘上的话 这个也是很考验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 这个是先手吗 黑棋 这边是不是有点 我至少我觉得 我可以联络 嗯 感觉上白棋的这些毛病 可能能促使我脸上 这个是有点 有点 有点意思 为什么呢 就如果白棋补这边的话 黑棋这边是有个打结的 嗯 对吧 对 嗯 这是一个打结杀 打结活 是这个 嗯 如果白棋能把它 这边算清的话 这边没有问题的话 如果能走到这的话 那起步 等一下 就把它杀了吗 没有 我不觉得能杀了 觉得吗 我刚才看到的是 看到的是 我贴一下 您找什么 我 我这个 然后我小尖 小尖 嗯 我就先补回来 哦 我这还有个断链 对 对对 是这样 这个断链 这个断链区 这个连不上了是吗 反正这个 要不就是你用点这个 贴 灯链 我贴 贴 这边还有团 哦 这边还有团 那不行 嗯 那它点这个 看这个我们可以先 算它先走掉 是吧 嗯 点这个 不知道有没有 有没有可能性 我觉得 我的话 这个冲断 这段点好像真的就有点吗 嗯 那这我就连上了 对 但我这边跳点的话 这边变数还是挺多的 嗯 我 但是可以这么负责 真的说 如果这边被这样 无条件跑出去的话 那么白气肯定是 对啊 白气的末术 对 对 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实在的话 调停皇也许 出处的判断一下 认为打劫也行的 嗯 然后它就没有冒险的 一定要强吃 哦 嗯 它选择了 拐这个 顶完以后 嗯 拐 鱼 好 黑气打吃 打吃 黑气 是打吃是吧 对 咦 哦 这 这就是冲过了 冲完以后 对 这是冲过了 冲完以后 在这个 咱们把次于 给大家稍微捋一捋 嗯 就冲完以后 这其实下的相当的精彩 沾上 嗯 然后白气 它交换一下 顶一个 嗯 然后 不 然后它再吃 吃 好 那这样就形成了结针了 结针 又是打结 嗯 打结 作为白气来说的话 如果当初的安乐死的话 不可取 那么这个的确是很复杂 对啊 嗯 也是把朴婷环搅得够晕的 是 打结就有机会 那现在的话 后包一逆转 是不是白气这边的结材就变多了 嗯 嗯 应该是有可能 嗯 应该是有可能 白气先找这个结材 这个啊 这个是 肯定是结材 嗯 嗯 如果你把这做活的话 它那个活了完的话 这泼这点空 还不如那个空大呢 对啊 嗯 这边就有三个字嘛 那边那么多 它其实如果连回去 被它提了够吗 要看怎么连法 这边 它糊 你现在提的话 我这么连的话 对 我还残忍着吃你的话 应该是我有收获 让它冲 冲 提掉 提掉 嗯 大家就会发现 这个提掉还是 当初的提还是很厚的 对吧 一点结材都没留下 嗯 嗯 这个 嗯 继续怎么找结 嗯 我这断一个 是准备消结了吗 哦 咦 那不是比我火的家人还好啊 但是他这边留的 是不是留这边 残留的某些东西呢 我要爆吃 您就没有了 您刺都不鲜 那你爆吃的话 我直接点了 哦 哦 我又可以点上 因为你要当做我 这个是鲜的手 对 那我只能加 嗯 我只能下到这 对 你必须得松着气 这个 但是您点也不是决心 您吃 我就吃了 吃回来了 就这个主动权也掌握在朴定环手上 对吧 在于他是想收冰呢 还是一定要屠龙 实战是朴定环选择了收冰 对 它消结了 消结 那我们是不是一会儿又要判断行事了 走这个吗 走这个 打吃 打吃一个也是试一下黑气的手 试一下 黑气 试一下 嗯 这刺一下的很鸡鸣 可以说下的相当的鸡鸣 嗯 对啊 一会儿反正您点就点不到了 对 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还不如算了 对啊 嗯 这点的话我可能只能把这个连回来 是 这个刺完以后 这个黑白气是有点心痛 对 让它刺的是哪都不舒服 嗯 所以说我觉得 哦 但是你单走这个的话 你连回来 它吃掉的时候 它滚泡先手 嗯 那就应该先刺完再到这个了 对啊 这是白气绝妙的一个刺序 诶 刺我走 没变 对 除非你先硬这个 硬这个的话 你给我打一个这个结的话 你好像没什么好处 对 是吧 这个白气的话 这个最佳次序应该点这个 先点 先打吃 这个 被刺一个 这个木树的话 应该是便宜 最起码一木 嗯 但是不如我们说最起码一木的 最后的话 往往是 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 那肯定是 数不清了 对 它再刺 走 走 大家会发现 如果被滚包完以后 等于 对 这两个 这两个交换 是吧 我们说的最起码一木的话 当然是很温柔 是吧 笑开心了 对对 这本来的话 靠住 这一手就能靠住 现在的话能靠不住 对 因为这一下便宜的话 很给力 嗯 这个现在刺一下 刺一下 对 吃掉 然后吃掉 然后该黑漆 嗯 黑漆现在点一个 点一个 就补这个断点 就说要求先手补 是吧 嗯 如果你沾的话 它 好像 嗯 是不是已经先手补了 对 已经先手连上了 但这个施后也只能沾 是吧 那我现在觉得 这个黑漆的木树 应该有望吧 有望吗 档 我想一想 我 跑出这三个子 付出的代价 是这边 嗯 这个十木 十二木 付出了这边的代价 嗯 然后我还付出哪的代价呢 这 这 有一点代价 嗯 本来我这边的话 等于说是有 如果你靠的话 我随便走走的话 这边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小 世 Simpson 十四十五 二十 elle 二十 elle 嗯 那我觉得我付出没有 二十 elle 是吧 因为我这个 也不是一点都没得啊 这可能还是有一点索得 嗯 那么这半期注定 是很精彩的盘起 对啊 我觉得总体合算 也许这两个一交换的话 也许朴婷环的话 就有点冒汗 这汗是得冒 是 我记得在这个第三盘的时候 朴婷环就一直在发点嘛 最多时候都发到了四点 不知道今天这个朴婷环 有没有发点 对 这时候的话 发两点就很重要 对 现在局面那么细 走完一个 然后是 挡这个 排棋 哪里收了一下 看看 大关子在哪边 一般我们收关都从边角收起 嗯 下边的结是没有的 结十四 它自动提了一个 自己提了一个 对吧 你只能这么补 对 你只能紧气补 对吧 这也是一个策略 把它做出干净 补 这个本身很大 一二三四五六 我们同时的话 这个厚薄 这个七目 这个必须得走 嗯 胡 这个病是他的先手 然后 然后 交换了一个 随便 刺一个 把这个 跳过 冲了 冲了拦 然后 然后 捡 挡住 这也挡住了 大家认为就是说这个 哎呀 这怎么会二度这么大呀 这个不是还有这么多虚的东西方吗 这的确是双方的厚实的话 让谁走的话 也走不出特别大的木出来 是啊 好像这个金角 银边 草肚皮啊 对于开局实用 对于收关的时候 也非常实用 对对 是 嗯 特别是如果这个不走的话 被这个叫大飞着一下 嗯 这个木出去差很多 对 嗯 就白差两木 所以这个是必须得挡 中间的空啊 经常说是越围越小 嗯 在收关的时候也是 尤其是两个人都这么厚 对 就算我不围 可能有个三四木 围了之后可能到少了 对 因为别人长了 圆 这个走完以后的话 背一挤 好 可能要收气 收气 嗯 然后 白起走中间了 这些人走一个 对 但是我们不怕 看看白起在中间先动手 白起到底能重挤不起 是 双方的话 也就是互相把后势抵消 嗯 煎 然后压一下 压一下 挤一下 挤一下 走 然后再沾上 看白起先动手 还是没有木 还没有木 对 这个子还要跑 是 嗯 紧接着 这一点很大 这点回来 不然的话 这背一挥的话 这个木树还是 很诱人的 对 这还有点 嗯 大家注意 这一定是要扳的 为什么呢 如果你顶过 那么黑起绝对 不会铺这些 对啊 是吧 嗯 黑起会直接圆这个 对 对吧 你沾上 现在的话先扳 对 如果走这个的话 我是退的 是退的 这个次序 但是这个局部很窄 但是跟木树有关 大家一定要小心 如果当半木胜负的时候 这时候是你先顶这个 而不是直接搬的时候 因为最后你要吐血 嗯 是啊 嗯 这个 这个 关子的话一定要下得很细 搬这个 嗯 然后逼着 嗯 黑起去 铺着一下 对 用前一段比较流行的话 就是说 嗯 细节 有可能办不成功 很关键 对 他肯定要 一会儿团住 他沾回去 嗯 交换了一个 再沾回去 嗯 他是 看哪里可以交换 这边交换不了 这边冲 也不存在于打浆 嗯 他去 哦 这 嗯 拐一个 走 沾回来 然后随后是 这个 是吧 对 嗯 走这个 其实就暂时下到这 是吧 下到这 嗯 那我们点点木吧 对 一直都说这个跑了之后 感觉 黑起好像还行 嗯 那全局 是不是状态也不错呢 对 我们可以稍微点一下 咱们就先把 能点的地方 先点一遍 嗯 这边的话 白起的话 下面是 10 12 13 12 13 14 17 8 这个 14 先提 这边 白起 我觉得是白起先提 8 加9 47 48 49 50 51 这半的话 51 然后下边还没出 这还有 50 52 53 54 556 57 58 59 60 所以黑起算点一目 这个点了是吧 61 67 67 67 白起 嗯 那我们又是规则贴8点 也就是7目半 67 那我们要75 看有没有75 我以为这期还是 因为我刚才已经听见这个小老师念出来了73 所以然后而且还在这边指了两下 那莫非 这还是挺挺细的 有没有75 嗯挺细的 但是这个大盘的话也许不太好点这个目数 但是感给我的感觉这个 还是挺细的 对对对挺细的 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也牵涉到随随罚点的问题 嗯 关于哪一方罚两点的话 也许这两点的话 决定这盘棋的成败 确实 因为这盘棋呢是早上九点半在上海用事大厦进行的比赛 中间呢是十二点半休息一个小时 嗯 那嗯九点半下到现在快六点 嗯 差十分六点 对 那他们肯定是有人 就有人发点 或者是两个人同时发点 哦 因为这东西也是互相看的 因为因式比赛的话 呃有个现象的话是值得玩玩的 嗯 比如说吧 那个呃 基本的话 比如说我 比方别的比赛 我只关注我的时间 嗯 对吧 我是否进入多秒或什么的 对 而因式比赛的话 往往就是说 我关注自己的时间的同时 也关注对方的时间 比如说 哎 我还有五分钟的时候 嗯 对方有四分钟 那么我就不用担心 为什么呢 他罚完两点 我就跟他罚两点 对 等于谁都没有占便宜了 嗯 对吧 这个完全是可以站在一个不吃亏的角度来考虑的问题 嗯 当然如果 嗯 嗯 我被罚了 那么我的下方就截然不同了嘛 对吧 如果我一看 我被罚了两点 他还有 那不可能需要拼命 他还有大量的时间 那我只能拼命了 跟时间已经没关系了 对吧 嗯 所以说这个 有时候的话 咱们也总结出经验 就是说 英式比赛的话 嗯 你优势越大 其实你 跟时间的关系 可能性越小 对 因为我罚两点没关系 对对 不像别的比赛的话 你读秒 对吧 特别复杂 特别看不清 特别是那个 我优势大的时候 特别是又脚踏在一起的时候 我该退缩吗 这个问题的话 有时候也考验了棋手 英式比赛的话 你只要用两点 换取35分钟 对吧 用钱来换时间 换30分钟 我判断完 我就退让了 也没关系 对吧 所以英式规则呢 我觉得应该是 对这个优势的一方 更有利 更有利一些 不容易打扫 对对对 因为他有时间去计算 有时间去判断 对 而且呢 就是其实在第三局中 朴廷环不是发点了吗 小贩就没有发点 嗯 所以我就这么想 是不是小贩 这个棋还属于快腔 小贩 棋的话 因为现在年轻棋手啊 那个棋下棋的速度都比较快 但相对来说 小贩在年轻棋手那一辈里面不算快 嗯 当然 当然有比较快的 但是快并不意味着成绩就一定好 对吧 我们还是要看成绩 首先是成绩好 然后再看谁快 对对吧 你不能光快 那谁都快 对 也许你每天的话都不用练棋的话 练百棋的速度的话 那也许 你就成为最快的一个快腔手 但是你成绩不好 依然是 怎么说呢 没有太大的一个用武之地吧 对 所以说好才是最重要 又好又快 又好又快 现在的话也可以给大家稍微 说一说一些棺子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 现在都是什么地方比较大呢 这个首先这跑出来 有四目的价值 这打直牵手 对吧 这一跑 对 这个子就跑出来了 如果不走的话 它一走 有四目棋 同时大家也注意到 就是说这块棋 有没有眼 也很重要 为什么呢 跟这个字 有点关系 同时大家也会发现 这个 不是单纯的 走目 这跟死活也有关系 这手棋跟死活也有关系 对吧 如果你这个 现在你靠着这个眼 对吧 慢慢的话 比如说这个被点的话 你就要做眼或什么 会发得很惨 对 包括这个 在自己 这可能有眼了 对 你这一走的话 一滚包 这一个铁眼 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说这个 整体来说的话 还是得一收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 前方的话 是否罚点 对 最重要的就是 他们的用时 不像是别的比赛 就独秒了 我们这个既然有了罚点 这个就很重要 对 你也得基于这个 是否罚点的话 来做行事判断 但是我们可以暂时的话 把木树给大家稍微判断一下 包括一些关子的大小 这个是肩的话 本身的话 这个一木两木 三木 同时后再一打吃 这还要补回去 对 又补回去 这个大概也有四木的价值 那这两个件合是吗 但四木有稍弱 为什么呢 如果你手这边的话 它从这边打 但如果前提 你有这个子的话 这有四木的价值 是吧 再有一个四木的价值 这个四木价值 跟眼形有点关系 对 那这个四木是铁的四木 这个稍微有点弱 然后这个 也是差不多有四木的价值 如果你一走的话 对吧 它一走 百多两木 你一走的话 这还折折半算 那现在最大就是四木了吗 还有比四木再大点了吗 我觉得有可能 这个会大一点 这个 长这个 长这个会大一点 要不就是沾上 这个把它这个眼破了 然后它如果拐 我再破这个 让它自己再缩一个回去 是否会更大一点 的确是很考验人 这个下一步的话 也是比功力 特别是这个棋的话 也慢慢进入了 怎么说呢 关于法典的那个阶段 这个时候你是否用时间 用木术来换时间 也考验了棋手 对吧 对 尤其是现在这个细棋的局面 用木术真的是换时间吗 有可能这个 把两点就关系到最终的生活 是 那我们赶紧来看看 嗯嗯 这个一小煎之后 嗯 白棋会收哪个 哦 它上面挤一个 就是走到上面这个 对对对 哦 不是不是 它是煎完以后 对 210 看看它是 哦 走这个 这个有几木啊 这个首先的话 这个先把这个拿住 两木 然后就有可能成 对 但这个没有丝木啊 这个有潜伏的什么手段吗 靠一个 你好像断不了我 靠我的粘就行了吧 长 这个有点不明 为什么这个大呢 没有 断不了我这三个字 我现在气还够 嗯 但是这有可能先手 这个就大了 这就不止两木 它 可以靠 靠我就粘上 靠的话你不能粘 我可以粘 我似乎不能粘 你好像只能这个 只能这个 你粘的话 嗯 可以长 然后我 它是起这个 哦 嗯 但是你走这个 它也可以起这个 嗯 这是先手 嗯 但是这先手 同时的话 也很难收 为什么 这个木数本来就很大 就算没有齐 对吧 一长 对 这个也是逆收关子 这个一走一走 你裁一木 现在我走完以后 我这走了一个逆收 一二三四五木 我本来才一木 走了一个逆收四木左右 嗯 也很大 也很大 逆收四木 那还不如当初你就走到这个 对 那还不如长掉算 长掉算了 就我也不想出它起了 对 那么白起这个关子 还是有点问题 有点问题 你还不如长完以后 你该收这个四木 就收这个四木 这个看似好像 走了一个小的 其实范天玉很警觉 对吧 对 把这个赶紧它 对对 赶紧的话走 第一我练不去 第二 同时意味着 我也在这里是最大的 嗯 这应该是逆收三木 多 对 嗯 三木 多 原来白起还隐藏着这个 体呢 挺轨的 嗯 这个交换完 小贩 把这个也等圆 对 断了 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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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起 然后搬掉 对 这个手关是搬着 嗯 这个是否有可能 可以起 行李式的话 可以起掌木了 嗯 然后现在它收这个四木 嗯 四木 现在的话就是到此为止了 嗯 到此为止的话 我是判断是 这个现在大一点 嗯 那这个木树的话 这个 嗯 现在确实局面啊 非常的这个细微 嗯 我想呢 后面的关子 大家也判断一下 最主要的是把木树 也点清楚 对 那我们休息一会儿 让大家来看一下 一会儿见 电视直播 网络停载 NLC行道 与天使员维基网 联合推出 维基竞争会的团结 究竟哪支队伍成功胜出 哪位牵手 傲视群雄 发挥你的社会 猜一猜 想一想 您只需要登陆 天使员维基效果网 三档游战 GT人.CM 点击进入 维基比赛 速度竞争 见面 就可以参与 我们的互动环节 赶快参与吧 好 欢迎回来 现在呢 我们先给大家汇报一下 双方的用时情况 据前方报道呢 说是范婷玉 罚两点 但是朴婷环也罚两点 那这样的话 就等于是扯平了 对对对 的确是让大家久等了 这个 的确这个 下的双方的话 下的很激烈 也很刺激 就是我们也是 刚刚拿到第一手的 一个棋谱 是 也许大家的话 通过网络的话 还比我们稍微快一点 对吧 这个 当初我们是摆到 这个收完以后 我们当时 已经感觉到 好像是 黑棋 有望 后来我们也到 那个 跟一些前方的 骑手 或者是一些网络的话 解释的话 也看了一眼 的确是 大家都认为 这个好像 黑棋 黑棋 离胜利越来越近了 是啊 我觉得大家 从我们面目表情 就可以看出 对 这个双方的 这个形式 聚集是怎么样 嗯 这个 包括那个 周瑞阳 世界冠军 也是说 这个后面的 关子的话 白棋的话 下的是有点损 甚至说出了 盘面石墓 而且盘面石墓 嗯 这个 走一个 不走的话 这个一顶的话 这个木属还是不小 对 白棋收内了 收内了 打吃 打吃 嗯 然后它去 嗯 是不是粘上了 粘上 这个交换完以后 嗯 做一个眼 嗯 做我眼的话 让白棋是稍微的 把这个交换掉 应该是没有太多的毛病吧 对 嗯 这个叫 二七 二八 嗯 然后走这个 嗯 二九 二三 二三 零 这个结的话 嗯 现在反正没有粘结 嗯 看看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个结 嗯 这个本身是二三 这个 可以注意 这个是不小 那提是先手一木半啊 这个提的话 它可以回到这边 嗯 这一路的话 也是 也不小 嗯 提掉 嗯 嗯 三三 然后搬 搬 搬一下 搬 吃 把这两步做起来 对 停掉 嗯 这个 嗯 好 好 再进来的时候我们正好看下这儿 然后穿过的话就这里的话打了一连串的结这个从这来说的话汇总各方面的信息的话认为就是这个时候应该可以起盛事不可动摇对包括那个我们这边的编导的话也跟前方的潮导员老师通了一个电话 嗯 虽然期没下完但是曹老师认为这期已经必胜无遗了 必胜无遗了嗯就是当然曹老的话也是很高兴嘛因为呃这几年的话山东景之队在他收获了很多冠军 对在曹老师的带领下的话嗯首先姜维杰获得了二十倍的冠军然后今年的周瑞昂获得了百零倍的冠军这次小贩的话又获得了一十倍的冠军嗯唯一曹老师我感觉曹老师比较遗憾的是去年的啊比如说今年的话这个三个说围甲就稍微有点危险稍微有点威胁就是说如果手中有三个世界冠军这张三张牌的话 这个围甲危险的话可想而知围甲是多么难的是嗯围甲是非常的残酷但是呢这个曹老也说了嗯就是在围甲的这个阵容的排兵布阵上嗯也针对他们三个人的近期比赛做了一些调整嗯就把他们的状态尽量的是在个人的个人赛的时候发挥到最好我想呢曹老这个用心呢这三位技手也都有所收获了是那个曹老的话牺牲小我是吧对重拳大我嗯 嗯嗯这盘棋的话我们目前的棋不是这样然后大家的话后来也看了一些打结如果这盘棋的话不出太多的意外的话如果黑棋的话不打勺的话也是赢了所以说我们也想用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一下这盘棋的整个进程对嗯从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小贩在这边的局部嗯我觉得就是说相对来说好下的有点缓嗯特别是这个 当白棋扣的时候不长就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嗯其谱的问题还是真是这样一个发生这么发生的那么总的来说好像是白棋的话是下的比较舒服对嗯特别是白棋嗯下出了这个挖的好手这块棋的话变成一个打结杀嗯应该是白棋在布局阶段的话应该是领先的嗯嗯那接下来的战斗是不是就蔓延到了这边呢对接下来战斗的话就是嗯 嗯小贩也利用这边的后手紧逼一下白棋这边对吧当然是白棋表定话也开清楚了对白棋就脱线了脱线了只有这块是做后是没有问题既然没有问题的话这边的走的话价值也小嗯那不如脱线那走上边嗯上边的话工房也依然的话双方也下的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正常吧对吧也是中规中矩对吧都是下的比较必然嗯特别是嗯这个捐出来前面陈寅也给大家介绍就说为什么不虎 按照以前就按照现在比较常见的下方的话白棋是虎的对但是虎完以后这里被一并这个打结的话两块必死一块对那作为白棋来说的话是嗯不太啃的所以白棋也选择了坚持来作战嗯在走完以后这个堤这个是比较体现小贩的一个风格对吧因为的确这个堤也看不见明显的一个嗯就是如果不走这步有什么坏处但这个堤的话 就是很厚厚中仙厚中仙这个当然不能如果因为它紧的话就说这个就是这个的话还可以问问他到底是堤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对吧也许他把他的想法告诉我们的话也辨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对拓展思路没准我们这步骑的话就说打个问号对吧这个堤完以后那总的来说应该是下这个时候应该是白棋我认为是不错的嗯对吧是当你逼的时候白棋这个下到虎也是很稳健然后也是 嗯盯得很牢嗯然后黑棋从靠这个开始嗯嗯也制造了一些头绪嗯这个头绪的话当然然后就为了这边就吃下这块嗯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嗯因为如果不吃掉这个的话这全班的控制不够的明显不够嗯如果白棋可以在这边简单的定型最后到白棋还能把这个补掉这个控的话应该差不少所以说小贩对入住还是很敏感当然这个在这个途中是否 黑棋也有更强的一些下法我觉得也值得推敲嗯特别是那个朴丁环我觉得这番棋虽然如果最终输的话虽然输的话但是也很可惜为什么呢他这番棋下的都很很棒也很紧凑比如说这边的定型然后这边在弃子之前这个点嗯这个末数的话已经便宜便宜不少嗯都下的很棒但是也许最后小贩这个靠出来这个是打破了朴丁环的整个计划对嗯没想到小贩 会下这么强才拼得这么猛是啊因为就是小贩对于刑取的一个判断嗯所以说就是下得非常的紧让朴丁环松不过来气如果他那个时候如果简单退缩的话嗯真的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吗我看现在看来好像也是一个问号嗯但是特别是从气势上角度来说朴丁环是必须要藏这个气嗯如果在退缩就算赢的话很惊心的赢的话第五盘不好下对为什么呢小贩就知道哎 原来你怕我这个对吧从气势上的角度来说朴丁环是必须要反击的对必须要藏出来的确是反击的话的确黑截也很危险包括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呃打结的话这黑白截的话就有许多个硬法对说到打结两个截这个截和那个截嗯我首先我想就是如果按照这个顺序来的话我们先说这个截嗯白截找了 这个截就等于说是把这个截放弃了嗯嗯有点是不是有点太大方嗯没问题这个这个也没问题吗这个这个绝对是没有问题包括我们在来讲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在国家队研究室的话研究的话也认为这个这个没有问题哦哦哦这个的话就是说简明把棋局转向简明哦我还不甘心呢我长那么大如果是黑棋如果不下头胜负手来的话那么这棋白棋应该是不太容易输的 嗯但是这部胜负手小范很敏锐对打破了他的一切构思对对对特别是这个拐也值得商榷这个因为我们其实棋盘太大了这个计算的话也比较复杂嗯嗯但总的感觉的话似乎可以把这打结给避免了毕竟避免的话到底白棋黑棋能不能做活是个疑问对嗯特别是大家可以注意到就是这个点白棋是先手嗯对对 对了就是被刺一下嗯这是后话后话这点是先手对吧这点的话这冲出来挡不住啊对就基本上白棋这边的话联络是不成为问题的嗯对吧那么这个黑棋要靠这条缝里联络我是认为是有点困难的嗯当然这个随后的话条电话永远是选择任务当时认为最简明的一种下方嗯嗯当时的话他认为在打结也不成为问题对吧如果在打赢的话包括那个的话再收一下的话也没问题 但他这个节我觉得又没有得到便宜因为我认为他是把了空下的哦他认为就是我这么收兵我就能赢就是他怎么把棋盘缩小哦他就想着简化局势简化局势嗯我想这番棋给朴婷婷最后的打击的那一下最后的打击下是这个点哦这个次这个次嗯这个次的话我觉得彻底 你被把朴婷婷打击坏了对因为如果按正常收的话是点你走我在吃的话走完以后我这不可以一手靠住你嗯如果我把这靠住的话那么你黑棋说实在你就跑了这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生物你这边也损了生物嗯对对吧那整个来说的话他那个的确是一结算的话他认为你不便宜嘛你要期盘变小的话对吧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打击的话朴婷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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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婷� 婷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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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且呢 现在呢 前方呢 也传来好消息 所以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黑瘦4.5目 那这样的话 这个赢的还蛮多的 那就是盘面12目 盘面12目 当然我们后面的进程 也没看见那个怎么样 但是 明确说 这个肯定是亏的 对吧 你走了一个阴幕 被人家这个先手 最起码三目半或四目半 你尝完以后 说别的话 也许会更接近一点 对 因为你在尝完以后 你这边活掉的话 这个子的话 没什么关系 嗯 所以后面的关子的话 应该是 呃 朴定华的话也亏了 当然是 也可以说 他走完这个 还是瞄着这个 对吧 一走就是说一种 呃 什么样的侥幸的心理嘛 是 恭喜班婷议员 这样呢 中国呢 又有一个新的世界冠军产生了 对 而且也是一个新的九段 对新的九段 也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世界冠军 嗯 这个记录的话 也不知道是 该有哪个哪位后人来打破这个记录了 是啊 从三段直接就跳到九段 真的值得恭喜 嗯 从三段跳到九段是一个记录 嗯 同时的话就是说 呃 年龄 年龄 或者世界冠军年龄 因为他是打破了朴婷环 嗯 或者世界冠军年龄了 对 嗯 下一个的话不知道是谁 嗯 对 希望我们中国的小将们都赶快的努力加油 嗯 崛起吧 好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给大家介绍 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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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